中文字幕志愿者 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 应该回到家里 做全职太太 因为他们要照顾孩子 要做家务 对这个问题 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个主意 很可能是男人想出来的吧 妇女经过了 多少个世纪的努力 终于从家里走出来 得到工作的权利 而且能发挥半冰天的作用 这是社会的进步 现在怎么又要让妇女 回到厨房去呢 这不只是一些男人的看法 有些妇女也有这样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城市里几乎都是双职工的家庭 丈夫和妻子每天都要在外边工作 他们没时间照顾孩子 没有一个母亲 不关心自己的孩子 要是妇女回家 孩子的教育问题 就可以解决得更好 这不是看不起妇女 而是为了更好地 发挥妇女的作用 我认为照顾孩子和做家务 不只是妇女的事 也是男人的事 应该男女都一样 要是愿意回家照顾孩子 就回家照顾孩子 要是愿意出来工作 就出来工作 如果大家都愿意回家照顾孩子 不愿意出来工作 怎么办 这不可能 不会没有人愿意出来工作 有人还认为 中国人口太多 就业的问题很大 要是妇女回家 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就必须让妇女回家吗 这不公平 我觉得 现在首先要解决就业中的 男女平等问题 比如说 有的工作 男女都可以干 可是一些单位 只要男的不要女的 我认为这是很不对的 你不认为 有的工作 男人来做更合适吗 当然有 但是 也有的工作 妇女比男人做得更好 重要的是 男女都应该有 公平竞争的机会 最后 我们不能不谈到这个问题 程老师 你认为 究竟怎样 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呢 只有在各个方面 男女都享受同样的权利 男女才能平等 谢谢你们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 有人提出 父女结婚以后 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 应该回到家里做全职太太 因为 他们要照顾孩子 要做家务 对这个问题 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个主意 很可能是男人想出来的吧 父女经过了多少个世纪的努力 终于从家里走出来 得到工作的权利 而且能发挥半冰天的作用 这是社会的进步 现在怎么又要让父女 回到厨房去呢 这 不只是一些男人的看法 有些父女也有这样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城市里几乎都是双职工的家庭 丈夫和妻子 每天都要在外边工作 他们没时间照顾孩子 没有一个母亲 不关心自己的孩子 要是妇女回家 孩子的教育问题 就可以解决得更好 这不是看不起妇女 而是为了更好地 发挥妇女的作用 我认为 照顾孩子和做家务 不只是妇女的事 也是男人的事 应该男女都一样 要是愿意回家照顾孩子 就回家照顾孩子 要是愿意出来工作 就出来工作 如果大家 都愿意回家照顾孩子 不愿意出来工作 怎么办 这不可能 不会没有人愿意出来工作 有人还认为 中国人口太多 就业的问题很大 要是妇女回家 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就必须让妇女回家吗 这不公平 我觉得 现在首先要解决 就业中的男女平等问题 比如说 有的工作男女都可以干 可是一些单位 只要男的不要女的 我认为这是很不对的 你不认为 有的工作 男人来做更合适吗 当然有 但是也有的工作 妇女比男人做得更好 重要的是 男女都应该有 公平竞争的机会 最后 我们不能不谈到这个问题 陈老师 你认为 究竟怎样 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呢 只有在各个方面 男女都享受同样的权利 男女才能平等 谢谢你们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我很高兴有机会 跟大家谈谈 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从四个方面 简单地谈一谈 首先 我要谈一下 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中国人 中国人常说 妇女是半边天 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妇女几乎担负着一半的社会工作 她们跟男人一样 对社会的进步 和国家的发展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全中国的职工中 女职工 占百分之四十 现在中国 既有女副总理 女部长 女外交官 女经理 又有女科学家 女教授 女画家 女诗人 一般地说 男人能做的工作 没有妇女不能做的 有的工作 比如 纺织工人 护士 几乎都是妇女 中小学教师 大学里的外语老师 也是女的 比男的多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她们一辈子 要服从自己的父母 丈夫和儿子 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也不能走出家门 到外边去工作 只能在家里 做家务 照顾丈夫和孩子 现在情况不同了 妇女能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在社会上 有了跟男子平等的地位 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二 中国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 一般的说 妇女只有社会地位提高了 在家庭里的地位 才能提高 她们在外边 有自己的工作 和经济收入 在家里就有了平等的地位 过去 家里的大事 常常由丈夫决定 现在 丈夫要跟妻子商量 过去 家务事总是由妻子一个人来做 现在 丈夫在家里 也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很多家庭的家务事 都有了分工 常常是丈夫买菜 妻子做饭 丈夫打扫房间 妻子洗衣服 丈夫管孩子的学习 妻子管孩子的吃穿 有的外国朋友 看到中国男人会做菜 觉得很奇怪 要是你生活在中国人的家里 就会发现 丈夫每天也要下厨房 她们的做菜技术 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当然 总的来说 家务事 妇女要比男人干得多 而且 不做家务的丈夫 现在也还有 第三 是 职业妇女的困难 职业妇女在外边 担负一定的工作 在家里 又担负很重的家务 她们既要做一个 好的工作人员 又要做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 所以 生活很不容易 比男人辛苦得多 有的女职工说 一天24小时 除了吃饭睡觉以外 几乎没有一分钟 是她自己的 她们没有时间学习 没有休闲活动 家庭和事业的矛盾 是职业妇女 很难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要谈的问题是 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了吗 很多中国妇女认为 现在在一些方面 还没有完全实现男女平等 比如在就业方面 有的地方对妇女还很不公平 妇女做同样的工作 得到的报酬 没有男人高 在一些农村 女孩受教育的机会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我很高兴有机会 跟大家谈谈 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从四个方面 简单地谈一谈 首先 我要谈一下 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中国人常说 妇女是半边天 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妇女几乎担负着 一半的社会工作 她们跟男人一样 对社会的进步 和国家的发展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全中国的职工中 女职工占百分之四十 现在中国既有 女副总理 女部长 女外交官 女经理 又有女科学家 女教授 女画家 女诗人 一般地说 男人能做的工作 没有妇女不能做的 有的工作 比如纺织工人 护士 几乎都是妇女 中小学教师 大学里的外语老师 也是女的 比男的多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她们一辈子要服从自己的父母 丈夫和儿子 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也不能走出家门 到外边去工作 只能在家里做家务 照顾丈夫和孩子 现在情况不同了 妇女能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在社会上 有了跟男子平等的地位 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二 中国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 一般地说 妇女只有社会地位提高了 在家庭里的地位才能提高 她们在外边有自己的工作 和经济收入 在家里就有了平等的地位 过去 家里的大事 常常由丈夫决定 现在 丈夫要跟妻子商量 过去 家务事总是由妻子一个人来做 现在 丈夫在家里也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很多家庭的家务事 都有了分工 常常是丈夫买菜 妻子做饭 丈夫打扫房间 妻子洗衣服 丈夫管孩子的学习 妻子管孩子的吃穿 有的外国朋友 看到中国男人会做菜 觉得很奇怪 要是你生活在中国人的家里 就会发现 丈夫每天也要下厨房 她们的做菜技术 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当然 总的来说 家务事 妇女要比男人干得多 而且 不做家务的丈夫 现在也还有 第三 是职业妇女的困难 职业妇女在外边担负一定的工作 在家里又担负很重的家务 她们既要做一个好的工作人员 又要做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 所以生活很不容易 比男人辛苦得多 有的女职工说 一天24小时 除了吃饭睡觉以外 几乎没有一分钟 是她自己的 她们没有时间学习 没有休闲活动 家庭和事业的矛盾 是职业妇女很难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要谈的问题是 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了吗 很多中国妇女认为 现在在一些方面 还没有完全实现男女平等 比如在就业方面 有的地方对妇女还很不公平 妇女做同样的工作 得到的报酬没有男人高 在一些农村 女孩受教育的机会 比男孩少得多 在科学家 教授 经理中 妇女还非常少 这些情况 不但中国有 世界很多地方 也都有 总的来说 为了完全实现男女平等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